當大美術館目前正在展出原住民 普里馬藝術獎的得獎作品 普里馬是排灣族語 代表了手藝精湛的人的意思 其中手獎作品結合了原住民傳統的編織文化 描寫部落女性心情勞作之後 用時間編織出一件一件的傳家寶 還有原住民藝術家回收塑膠廢棄物 還有漂流木雕塑成兩層樓高的 藝術作品原住民傳統的編織 包覆在壞掉的湯匙 電燈上 簡單的編織花樣展現豐富的色彩 這是普里馬藝術獎首獎得主 林介文的作品《我是女人》 因為這些也是舊毛線毛衣的線 去回收來的 你知道把一件毛衣拆掉 要花多少時間 然後織這塊布又要花多少時間 織布它就是時間 它就是很誠實的一個表現 當代館展出39件普里馬藝術獎獲選作品 展現當代原住民藝術家 豐佩的創作力 其中還邀請國內知名藝術家 拉黑子創作新作 50部的空間 作品用魚線 鐵絲做成魚網 裡面包覆著塑膠片做成的魚群 描寫人類與海洋之間的關係 所有的人類都在這個海域裡面去捕魚 可是也破壞得非常非常嚴重 那一線看來是好像也沒什麼 其實它是可以把所有的空間切割起來 甚至於把海域也切割掉 其實我也提出了一種危機 就是說當我們取得海洋的 所有的一切的時候 請三思 因為這個海域是讓全人類可以共享的 而不能擁有的 藝術家拉黑子還在當代廣大門 以木雕和塑膠廢棄物 製作大約兩層樓高的裝置藝術守護著 他們安靜的聳立 像是為默默承載垃圾廢棄物的大海發炎 用生鏽的鐵板 鐵條 製作這個匍匐在地面上的雕塑作品 他以謙卑的心聆聽土地的聲音 這是排灣族雕塑家阿丹達魯扎龍的作品 大地的脈搏 他要告誡世人大自然反駁的力量 超過我們的想像 來自紐西蘭毛利族的藝術家 喬治努庫 他們以壓克力和寶特瓶為主要媒材 創作緊扣台北大同區的在地作品 我來到台北 還有我在台北 特瓦盤它製作了一枝材 所有工牌都買了一枝材 有雕塑和塑膘 各類的美麗東西 我可以說這是一枝材 這是一枝材 一枝材的枝材 所以這我工作 是我正在觀察 藝術家以牙克利的透明材質 搭配燈光還有流水聲 建構奇幻的海洋世界 兩年一度的普利馬藝術節 展現精彩的藝術創作 也讓我們體驗原著名的傳統文化